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它就开始落叶了 落叶的周期为一个月 这一个月所有的树叶都是黄色的 过了这一个月之后 一年四季都是这样郁郁通通的绿色 由于这种树呢 生长能力强 适应能力强 就象征着我们重庆真正日上的感觉 这棵树到现在差不多呢 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据小猪每年的观察 它就是三百多年以前四月份中旬的时候所种的 因为四月中旬 它会落一个月的颜色 落过之后 边落边长 大家看这都是刚长出来的嫩芽 看上去和别的树颜色呢 都相差很多 它是嫩绿嫩绿的哈 看过这棵大的树之后 大家看房顶上有两只神兽 大家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吗 可皮修是近期 也不是 再猜一猜 这个有四百多年 龙生九子 子子不投 老九是皮修 只吃不辣的那个手材 脑八是葵 葵门的那个葵 它是老几 它是老三 叫栓梨 栓梨 这东西啊 非常的喜剂 喜烟 佛祖觉得他有这份诚心 就把它收在了座前 当了一个座妻 所以呢 它一般出现在了大型寺庙 一般或于佛祖跟前 一般或于房顶上 所以大家以后看 房顶上有一些风土人情 或者是正宅神兽的 都是明清时代的一个建筑产物 其他的年代是没有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在我们八七版的西游记里面有一幕 一个菩萨骑着像一个狮子一样的东西 从天上下来收腰 骑的就是他 他就是酸泥龙的第三个儿子 是酸泥龙的第三个儿子 大家看过这里喜欢拍照呢 我们拍一拍 拍过之后 我们往里面走 来看一下白铃城里面 正对着大门的主店 叫做是营娘店 洗手间在那边 你可以问来这打指导 我就知道 现在呢 大家往里面来 我们现在所有的朋友 大家过来 请问朋友住一脚下 眼前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殿堂 这个殿堂 就是我们白铃城里面的主店 叫做是明亮店 请大家抬头看 最上方红色字体的匾额 写的是汉在明亮 距今呢 有346年的历史 它呢 是白铃城里面的 第三块中华明面 但是这四个字当中 大家看 它有一个是错别字 您猜猜是哪一个吗 名字 对名字 名字现在写法 日月为名 为什么那个中间多了一红 是穆月为名呢 因为它写的时候 在明末清初 写日月名 有反清复明之意 要被连足九足的 第二个说法 穆代表眼睛 刘备慧眼是英雄 认识了关于张飞和周格亮 才一同蜀国的天下 我们白铃城的真正主人是谁 白帝王 公隋树 但是大家参观到这里 您会发现 在这最大的殿堂里面 没有一尊公孙树的塑像 这是为什么呢 追溯到公元三十七年 汉光五帝刘秀 为了统一中原 带帝入蜀地 攻打到了白帝城 白帝王公孙树 为了保护这个地方 就烂死于江场 而这白帝庙 毁于了战火之中 但是在这公孙树 称帝的十二年期间里面 当地百姓过上了安居乐业 男跟女之的生活 虽然为了纪念他 就在这小小山头 修建这座庙域 共奉公孙树 取名为公孙树之词 云一五三二年 四川巡护邻郡 到此处来平息叛乱 在他比较真统的观念里面 就认为 公孙树这个人 他是王莽的一个手下盘将 靠造反启家 不能供奉 应该供奉谁 谁和白帝庙有关呢 想了想就说 应该供奉的是 刘备 关羽 张飞和诸葛亮 因为他们四位 才是蜀国的 汉氏中青 而刘备 是中山晋王之后 于是 就把公孙树树像砍掉 就改宿了这四个大人物 公孙帝之词 改名为明良殿 这就是明良殿 现在的名字 所以白帝庙里边 现在呢 有一个尴尬的格局是 白帝庙类 五白帝 白帝庙类 祭祀 流泻地 我们喜欢拍照的呢 大家可以拍几张 拍好之后 出门 网民的右手边 我们来看一下 白帝庙的核心景点 刘备 驼夫汤 出门网右 台阶有点高 流星脚下 注意安全 在这里吗 你脚都不对 我没有那个袋子 下次出来要买那种袋子 买了 但是好紧 不会 这样子就会 不会是怎么办 它的句字叫 关神 关神 神的个字 它是纪念谁的呢 纪念诸葛亮的 因为之前诸葛亮 两次在这里 夜观星象之后 研究出来了八正图 所以人们为了纪念诸葛亮 修建好之后 取名为观星亭 名字系派 这关星亭 双层 六角 十二柱 这六角 代表的是六个荒位 东 南 西 北 天 地 另外呢 在它的二楼有一口钟 和尚庄中啊 方圆好几里都能听得见 由于这个亭子呢 距今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所以现在中上身版的童秀 就没有办法听见上面的钟声了 下面呢 有十二根柱子 代表的呀 就是这一年的十二个月份 门口一货对年 书自于肚子当高中的绝剧 无边落幕 萧小夏 不进长江 滚滚来 大家呢 看过这个图子之后 您看 三令的前方 原定环色的楼 是大家不够 最新的 为什么 在这一辈子的 最后的 无人动心 年纪 超过的 这些年轻人 就去世了 那么我们大家前面 如果新生南保 学校的地方 保证这一位鞋 最大的长法部 在百万军中 救出 刘河的 长江 照龙 照云 由未来 也经常称赵民 于四新 刘河的 刘河的 刘河贼 他们 他有30 那么上市 所以刘河贼 在刘河贼 在刘河贼 冲 刘河贼 所以说 刘河贼 刘河贼 冒险,冒冒了出发 男人呢,就把子子做为行动 而让给人佩服 吴佩夫呢,就带着他的父母到帐 居住于第二年的春田离开 后来就一直把呢,做为了一个政治接待式 而担着呢,绑促了下来 由于年九十休呢 上面的第二层和第三层 现在上不去了 都为开放的呢,只是下面的第一层而已了 看过这里之后呢,朋友啊 我们现在呢,要拍照的先不着急 我们现在呢,先把刘备托呼唐给大家介绍 后之后,大家再来拍拍照啊 来,我们所有的可乐团的朋友 我们往这里呢 现在呢,喜欢拍照的或者听讲解的 都往前方站 前方拍照听讲解的效果 都比后方好的多 现在大家过来的朋友,请留看 在你眼前的这个位置 他有一组大型的人物彩座 在现的呀,就是这刘备托呼唐 飞撞触摸的历史情节的 想必各位朋友熊子三国演义 在这里简要的给您介绍一下 这刘备托呼的历史内经 公元219年,官吕四号心灵,大地是荆州 败走败城,被呂龙升起,被森权所杀 当时的刘备,刚刚成立不当三个月 为了收复荆州,第二帝官吕报仇 他们就不停停称苦剑,一意不息 带人七十万大军浩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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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 将军浩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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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 回抵达到白礼城 退守过后的刘备 第一个呢 打了外长又急又气 第二个就染重病 他呢就将知道自己呀 不久于人世 于是下了一道紧急诏书 急诏于留守在成都的诸葛亮 带着眼前这两个小皇子 快马加鞭赶赴白礼城 进行脱股仪式 刘备于公元223年4月 明世了 中年只有63岁 诗号为昭烈皇帝 这里的21个人物塑像 都是按三国演义所刻画 但是大家都知道 古时候呢 君主脱股非常私密 不可能有那么多人物的 所以真正按照承受 刻画了三国志里边的脱股人物 哪几位呢 您看中间这位身穿王豪 并过龙怕的旧蜀国君主刘备 在刘备左手边 拿着额盲与善的 就是一代显像 朱肯亮 在刘备右手边 有一位身穿蓝袍的大将士赵云 人称常政将军赵子龙 他曾大战成板坡 与百万军中就合到 刘备在私立下 也亲切地称之为私立 当时呢 在这民间有说法 刘备脱股 闻脱诸葛亮 鲁托赵子龙 在赵云前方 有一位双手龙袖的 是尚书宁米言 死人为人 阴险狡诈 心术不振 在一次比较重要的战役当中 因粮草不济 广报军情 被诸葛亮知道之后 准备杀掉他 后来考虑他是脱股重成之一 于是就把性命留下来 但是此人 点道子龙为庶民 终神户的反击 贵在他前两个小朋友 一个叫刘厉 一个叫刘勇 一个只有七岁 一个只有九岁 是刘备的第二个儿子 和最小的一个儿子 说到这里呢 大家可能会想 这脱股明明脱的 就是老大阿岛 十七岁的刘晒 为什么临在这里 却没有看见这只老大的塑像呢 因为在这封建社会里边呀 他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皇帝呢 欲驾清征 太子不能离开 金城一步 因为国不能一日无君 国不能一日无主 所以那个时候呢 厚住友善 就镇守在了金城成都 而这里呢 就没有额斗塑像了 其他的为称武将 都是随着罗怪中的三国演义 而被刻画一次的 我们想要拍照的呢 大家可以拍几张 拍过之后 刚刚我们的关系厅和白楼 没有拍到国照的 我们将近拍几张 拍过之后 我们叫个深刻的VILIUM 去看一看呢啊 白楼是军化时期呢 张好所修的 红蓝呢 无陪附在这里居住过 就一直把等特别的一个 政治接战室而保存下去 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拍照了 刚刚关系厅没拍到 可以拍几张 白楼没拍到的拍几张 拍过之后 我们叫往深刻的VILIUM 去看VILIUM 现在平常我们一会儿 说是不会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现在还没拍的 大家请拍一拍 拍好之后 我们往深后的位置来了 所有可乐团的朋友 大家拍好照片的同流 我们往深后的 下面呢有几个回客 给大家介绍一下之后呢 咱们就要去看全关了 慢一点啊 留心脚下住鸭圈 我们记得地址 记得地址 我们先来看看 哈哈哈哈 昨天太熱了 現在來看 昨天走那個吊橋比較驚悚一點 大家看不太清楚 很驚悚 真的是好厲害 这是我们的史 又叫做台湖的东西 但是这种旁边叫他 和美他 他 世纪中国重随大以来